湖北作为中国之中 为什么那么普通 那么没有存在感呢 老话还说 天上九头鸟 地下湖北老 低调的湖北到底有多牛 听我说完你就明白了 湖北是中国最中心的省 因为位于洞庭湖以北 古名湖北 古时候当地人以打鳄鱼为生 所以简称鳄 是中国唯一一个到达任何省份 都不超过两个省的地区 低调的湖北拥有多个中国第一 湖北生产了全国最多的鸭脖 十大鸭脖品牌 湖北占了七个 湖北养出了全国最多的小龙虾 十只小龙虾 就有七只来自于湖北 湖北的莲藕产量全国第一 莲子产量全国第一 淡水鸭产量还是全国第一 湖北卡车生产量也是全国第一 平均每一分钟生产一辆卡车 湖北有全国最多的湖泊 有1300多个湖 被称为千湖之省 万里长江第一楼黄鹤楼 天下第一仙山武当山 中国最神秘的原始森林神农架 全国最美大学武汉大学 世界最美的峡谷 恩师大峡谷世界上最大最长的 地下溶洞恩师藤龙洞 湖北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 长江三峡大坝 万里长江第一桥 武汉长江大桥 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打击乐器 曾侯已边中 湖北自古以来都是人杰地灵 人才辈出的地方 爱国诗人屈原 药圣李时珍 茶圣陆宇 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生 汉光武帝刘秀 春秋五霸楚庄王 楚国军世家吴子絮 唐代诗人孟浩然等等 都是出自于湖北 湖北的每个城市都独具特色 九省通渠 武汉 华夏第一城池 襄阳 楚国都城 荆州 亚州 体操之乡 仙桃 青铜古都 黄石 华中药库 恩师 卡车之都 石宴 水电之都 宜仓 神农故里 隋州 米酒之乡 孝感 百湖之势 鄂州 金楚门户 金门 华中乌己 神农价 温泉之乡 咸宁 茶圣故里 天门 秘眷之都 黄港 这样的湖北 你说牛不牛 给低调的湖北点个赞 留下你的家乡 我来替你宣传